哈囉,歡迎收看公民電視頻動機,我是佳豪 嗨,我是平柔 上次大家參與Pubption很熱烈耶 可是最後還是有同婚式憲 贏過警察盤查林詠人的事件 沒有錯,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同婚式憲啦 先不管你到底是不是知識同性婚姻 都可以先來理解一下3月24日的同婚式憲在幹嘛喔 欸?所以3月24日那場結束之後 就可以知道禁止同性婚姻 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囉 不是啦,3月24日那場的大法官召開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來進行的言辭辯論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讀過公民喔 Cupery就有說 解釋法律有沒有違憲是要召開大法官會議 哪是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的功能是用來處理政黨違憲 還有征服總統抬合案 這個上次補警報的影片也有說啊 這張就是延續上一集的喔 這個其實我也有懷疑過耶 那我那時候還以為是我誤會了什麼 其實視線還是要召開大法官會議的沒有錯 大表之家啊 那為什麼又會跑出來一個憲法法庭呢? 我們看一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裡面說的 他第13條說 大法官解釋案件必要時而進行延遲辯論 前將延遲辯論準用憲法法庭延遲辯是規定 所以說召開這個憲法法庭的延遲辯論 是為了讓大法官理解各方的想法才照看的 原來是這樣啊 我們以前跟大家介紹過司法院的其他功能 大家可以點跳出來的資訊卡 錄習一下喔 那這次的延遲辯論中又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為什麼要召開這個憲法法庭 你拿走我的言辭辯論 我們先來看看這次為什麼要召開憲法法庭的資訊任吧 首先是這位 齊家威先生 他曾經申請同性婚姻但是被拒絕 後來他約申請釋憲 但是第一次被拒絕在第二次才成功受理 所以這個釋憲案就是由齊家威先生提出的囉 嗯對 另外一位齊家... 另外... 另外一位齊家威先生... 誰? 另外因為齊家威先生是去台北市政府辦理同性婚姻的 所以由台北市政府作為共同申請吧 也就是說這次參與延遲辯論的人 就包括要申請幫齊家威先生 台北市政府身為關係機關的法務部 內政部 以及司法院大法官和他們找來的鑑定人囉 是的 那這次延遲辯論大家可以想按照 大法官要先聽一下申請人以及相關機關的意見 接下來再來做申請 大法官會在4月24之前指定公佈日期 並且最晚會在5月24之前做出解釋 到時候大家就會知道同性婚姻合不合現囉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次言辭辯論道理要辯論什麼吧 司法院大法官來討論這次言辭辯論 找出了四個真點 包括... 1. 民法第四篇親屬第二章婚姻規定 是否容許同性別兩人結婚 2. 答案為否定 是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保障婚姻自由規定 3. 是否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議席 4. 如立法創... 好來喔 4. 如立法創策非婚姻的其他制度 像是同性犯規 是否符合憲法保障平等權期婚姻自由議席 你只要跟他電到這邊都已經把影片關掉了 誰看得懂啦 不是啦 如果你自己看得懂 你就自己去看慶賀法庭這邊就好啦 聽我們說幹嘛 說的也是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來看吧 這個問題有點奇怪 我們的民法本來就不同意同性婚姻吧 不然大家要吵什麼 我們來先看一下民法影片關人婚姻的規定吧 民法982條說 結婚因以書面為之 由兩人上陣的簽名 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婦政機關為結婚去登記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裡面只有說要書面 要證人 要等級 但是沒有說一定要一男一女 對 所以如果說大法官們認為 我們的民法沒有禁止同性婚姻的話 那同性婚姻就會直接合憲然後通過 不過在空明町之前的民法影片裡面有介紹 民法第972條人就規定 婚約因由男女雙方當事的自行訂定 這邊就代表說民法不同意同性婚姻法 對 所以說大法官認為民法 同意同性婚姻的可能性不大 那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二跟第三個爭點 是不是違反憲法當中保障婚姻自由的規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憲法裡面說的吧 首先是第七條 中華人民 哦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是個共匪 哦 救命 中華民國人民 無分男女 宗教 種族 階級 黨派 在法律上疑慮平等 以及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權利 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法律之保障 等一下 它裡面有沒有說要保障人民的婚姻自由 自由 這個說法就是法部的看法 法部認為 憲法裡面又沒有說婚姻自由說要保障 那就代表不能通過同性婚姻 可是申請方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他們認為既然憲法第七條說 大家都平等 所以雖然婚姻自由不在憲法十到二十一條列舉的自由權裡面 但是誰跟誰結婚又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那就一定要保證婚姻自由啊 所以在這邊雙方都有自己的意見 究竟沒有條例在憲法裡面的婚姻自由 有沒有少到憲法的保障 就是最後要有大法官來判斷的呢 那我們繼續來看最後一個爭議點 最後一個爭議是說 如果最後另外設立一部法律 用專法的形式允許同性成為伴侶 而不是列入民法裡面承認同性婚姻 那這樣算不算危險 嗯 其實家衛的意見好無疑問的 就會認為要在民法當中把同性婚姻也列入婚姻的範圍 才算是平等 另外也有幾位建定的人支持這個意見 但是呢 法務認為設立專法就是已經算是保障了同性婚姻的權利 不需要更改民法的內容 我在找法務部 法務部 所以這樣的意見 其實家衛等支持收改民法的人批評 專法就是歧視 就是自能公民 並且為了摩托車跟協力車當作比喻 他認為一般的 一般的 他認為一般的婚姻就好像摩托車一樣 令利專法的婚姻就像是協力車 雖然在短時間內 協力車跟摩托車都可以跑 但是時間久了 穿法 專... 哦 煩耶 但是時間久了 專法的缺點就會顯現出來 因此他不像在被當作次能公民還是簡單的 這樣就是我們這次 針對同婚事件延遲辯論的介紹啦 那在結束之前 我們要不要來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 家衛支持同性 支持啊 先 哦 支持 對 先陪開法律面部講 現在的事實就是 有一群人是喜歡同性的 而且他們的權利連碼收到保障 那把他們列入民法裡面 在保障欄是對的啊 這樣的說法會被反對的人批評說 啊 人數叫權利 不然就不會那麼寫 要不要你撿進去 好嚴肅 你這樣的說法會被反對的人批評說 啊 人數叫的權益沒有收到保障 令同婚的權益也沒有收到保障 一夫多妻也沒有收到保障 小王小三也沒有收到保障 他們也有人權啊 那是不是也要放在民法裡面一起保障 可是我們現在同樣的是同性婚姻啊 民法修改後 從男女雙方變成雙方當事人 注意喔是雙方當事人不是三方當事人 不是當是摩天輪或是當是狗當是貓都不是 而且還是要有年齡限制 那怎麼會有仁壽交摩天輪交3PNLB這些狀況出現呢 欸那你要不要也收到保障 欸 要不要靜默三秒耶 喔靜默 那你有沒有也收到保障 你要幹嘛 其實我對這個議題沒有特別強烈的情緒 但是如果我坐捷運的時候 旁邊的人用很難聽的言辭在罵同性戀 我會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很樂意聽各種想法 所以說不論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都很歡迎在影片下面 有你跟我分享你的意見 也可以在FB下面跟聽聊聊聊 是不是沒有跟我有意思 今天跟我們聽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很順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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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發生什麼事的嗎 對啊